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这样讲呢 自信本空尽 无二与无尽 泄脱与住去 灭盘平等住 非从非出非中后 三四都没有 初中后就是过去现代未来三四没有 没有一二三 也不是言辞所说 言辞表达不出来 非言辞所说 不是用语言就说得出来的 说不出来 说出来就不是 说得不是 除过于三四 其向入虚空 他什么样的 你看这虚空什么样的吗 他就是什么样的 那这两个基督说的什么呢 说的就是威系字 甚深的威系字 那这身是威系字 没有任何像的 也没有什么铁啊 像啊 融啊 那智慧有像没有 智慧还是有 智慧像是什么样子 智慧像是空界 铁空结果 智慧跟铁是同 这叫同像 那智慧的位置有差别没有 还是有的 什么叫自相 在智慧 在智慧 就是智慧的本体 智慧的本身的体 他又以何为他的像呢 什么是智慧 智慧什么样子 空智慧 一个是空 一个是智 那为什么要讲言说 那没有言说 你怎么显呢 说空 说智 如语言表达而已 同一个表达 信空 信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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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涅槃 和一些诸佛同 信不空 信不静 那就叫众生 一些众生都如是 一切法同 没有差别 一切法解如 一切法就是南乐 谁是要性说呢 南乐就是说涅槃 南乐像是涅槃像 你让我们道友开玩笑 说你在干什么 我享受南乐 就是我享受涅槃 这个意思 说智慧性 有像没有啊 有啊 智慧性 智性 即是赛性 这非常圆融啊 说智慧性 就是一切色法 说智慧性是什么 警戒像 一切警戒像 就是智慧像 这是从眼方面 表示静 眼方面表示静 表示智慧 我自相 警戒像啊 一切的色相啊 没有差别的 自相即是色相 射相即是自相 一切入法解如 这种道理 我们道友原念的时候 很少没法进入 很少这样圆面 你修惯的时候 这样想过吗 想过自相 就是一切警戒像 一切警戒像 就是自相 想过吗 刚才我说嘛 一面 一面离真 一面错误 一生念头 这一面 所有妄想纷飞都来了 那就是骰性 那就是骰性 但是那个性 跟这个智慧的性 它俩是一个 因为你一妄动 一面妄动 幽默鬼怪全出来了 什么像 什么像都出来了 一面不胜 万像俱计 什么像都没有了 那就说 一切像 没有像 只有一个像 南乐像 南乐像什么 灭盘像 灭盘是南乐的别名词 这叫什么 咱们讲这个 是自性本空计 就是现在讲的 自空计 自性本空计 这自性就是智慧 无二 是一个 一个也没有 但是又不能放开说 随缘说 无尽呢 所有这像 都是这个像 人们这样的理解了 明白了 泄脱于助学 咱们讲的十回像 无作无否泄脱 这是达到究竟 达到什么样子情况呢 还是有 涅槃平等住 住在涅槃 祝佛与众生 平等住于涅槃 因为众生在生死流浪 祝佛在生死度众生 还是平等的 信平等共 非出终后 非言辞所说 没有个开始 也没有个中间 也没有个后等 说无明从什么写的呀 什么是我迷的呀 没有 说不清楚 无明无始 但是有宗 成了佛了无明就宗了 不是言语所说的 这个也不是过去现在未来 没有像的 没有像的形象什么样子 若虚空啊 虚空什么样子 所以以和为像 前德文所说的 本空计 就是空计像 这个性经涅槃 跟那性的 跟那智慧的字体 就是空计的 要找他个像 什么像啊 性经涅槃空计像 没有其他像 那么纵上 不是撕掉 只是迷 跟祝佛无二无别的 空计 空为自信 助法信空 就这个含义 是吧 一切也建议 这个空是真空啊 真空 不空了 真空不空了 产生结助法就是妙有 妙有 有字上讲个妙 妙有非有 妙有不虽有 妙有非有 即是真空 真空不空 就是妙有 那凡夫呢 就因为实有 地上菩萨 因为就是真空像 没有像 所以 当了地的菩萨 才看出发意 到实会像的菩萨 这些菩萨叫什么呢 烂意菩萨 烂意菩萨 为什么加个 烂意呢 烂意就是他那心里头 没达到清净 他怀疑空 因为空啊 就不散灭了 那这空不散灭了 断灭空了 什么样都没有了 光是空了 断灭空 就把咱们讲前头讲那个 空如来障 如来障 如来障 就死掉了 就没有了 蜡意的空 死掉 空如来障 行 或者说 空跟塞绝对不是一样的 塞另外的 塞外的才有空 实际上 实际上想法了 这样想法就是错误的 离开空 离开塞说空 说离开空说塞 都是错误的 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呢 要说兔子 兔子头上有脚 兔子头上没脚 这个含义了 说离不可以 说义也不可以 他说不吉不理 不义不义 原来就是一个 所以说 离开言说 要离开言说 言没办法表达 说离言说 说祝福有时候不说 金刚丈菩萨前头不说 写透月菩萨请 与会大众请 十方祝福加斯特说 叫他说 为什么 我们上来讲这段译 说起来非常难 不是说难 让人家信难 让人相信这种 圣神圆极法难 而自行本空 可将空如来葬行 自行本空啊 空如来葬行 现在又说有 空中鲜有 有不是有 要用他来表达空 成就来空 空没有体的 说把虚空找个体啊 那就不叫空了 那怎么还叫空啊 说空了 现在你心空了 你这右腿就没有了 不是说人呢 鬼都拿不到你 啊 就这么这个五代山 五代山有个老和尚 小鬼到这儿来抓 抓不到他了 找不着他了 就问土地 哎 说他在这儿啊 人活没有了 那个土地跟他说 说他入了定了 这叫空不空入来葬 入了定了 空了 鬼都拿不到他 没有了 什么定的 空定 身体没有了 大家可能知道 看清凉字都有啊 高庙峰禅死 他后来 血管拿的时候 土地公公给他出个卓业 说他吸的灯啊 好没有到无作无否卸脱 说他有耐 有贪 贪什么呢 皇上给他一个波 就是饭碗 他很喜欢 那小鬼 接着土地公公放 一靠他那个波 看着就在那里坐着 他们哪都没动 那小鬼一锁链子 把他锁上了 这会儿你跑不掉 跟小鬼对话了 哎呀他说您怎么我逮着呢 他说你呀 还假休息 你还贪耐 我一靠你的波就出来了 说你只要有挂耐 就没劲 有挂有耐 那鬼就有办法拿你了 六道轮回就有办法了 说你空了 无挂无奈 那也没有鬼就拿不到的 离了灭 戒 没有彼此的自体 也没有什么转灭 不是有 但是也不是无 一切有二宗本 不二不禁 有有二 有二不二不禁 就叫有 这个有不是两个 也不禁 二定 也是不二不禁 随 不疼 但是呢也不是义 一切事物 看着是死有 不是实在的东西 都要消灭掉 不能严定 什么叫做定 刚才我说这个定啊 它灭出去烦恼 定了 烦恼停也没有了 这个定倒是有啊 倒是无啊 定是有的 有什么灭祸 把一切祸都灭了 黄岸经没定 此境无定 什么意思啊 这说的本来面貌 定是没有有无二法 黄岸经讲的都是非有非无 绝不将有 也不将无 金刚让入那个定 金刚三昧定 十方祝佛夹着他 不能把定说为有 不能把定说为无 不 这个经经讲三昧 没有讲禅定 定是什么呢 定是无不二法 这叫定 前头讲空 空 体空法空 但是这个空中 不是断灭的 不是断灭就是有啊 不说有 不是有就是空啊 也不说空 他讲的空 是有三种含义 三种含义 三种含义 是不明 不是明白跟你显示 说他不相同 不是同相 咱们讲六相啊 他只是讲总相 讲别相 在总相别别相来说 讲涅槃 他讲方便经涅槃 要夹个方便经涅槃 断祸 跟凡夫小生不一样 而能断 能断不同于凡小 但是所正的时候 实在菩萨各是各的相 不是同于空 空是一相 乃至空是无相 如果正在涅槃 涅槃是果 什么是涅槃果相啊 没有 说奋正 现在这些地上菩萨 一位一位地正 他是一直国海 实地实德 国海正的 以这种道理来显示 咱们前头没讲啊 现在把它补充一下 泄脱 无作无法泄脱 泄脱的含义是总说一切法的 在一些法上 总说一个泄脱 但是就是我们学界的人吧 348 别别泄脱 比修二百五十戒 别别泄脱 为什么叫别别泄脱 根据这个含义 大家猜一猜 说那词一条 只是泄脱一条 那别相 这个泄脱 是总相 无作无法 等到你掉这个境界了 什么是究竟是情形界 这个含义就深了 不是说我这条界不杀界 我没杀生我不犯了 这是泄脱了 咱们讲戒经说 就别泄脱了 但是讲华经就不是泄脱 不是泄脱 但是这个道理很深了 咱们不要拿那个做例子 说这么一下就行了 咱们前头故事没说完 借这个再把它补上 小鬼儿 这把它套上了 高梅峰跑不了了 后来他说 你把我逮的了 现在你把我锁上了 我跑不了了 他说你把那波再拿我看一下 小鬼儿寻了 我问你锁上了 给你波看有什么关系 我波递给他了 他把波递的时候 这一算 表示我不耐了 这叫无挂无奈了 这么一算他有入定了 这小鬼儿 你看人没有了 一拉锁 没有了 但是他还在说话 他说 要拿老神高妙峰 除非铁锁锁锁虚空 铁锁把虚空给锁上了 要还锁得虚空去 你把虚空拿锁子能锁得走 再拿老神高妙峰 什么意思 他的惯例 他跟空合了 这就是虚空 经常说虚空 形容法身 这个含义 现在他的有形 有跟空 空有不二 有即是空 这边咱做不到 如果做到了 你把你这个病 把它转给 转给石头 把这个病转到石头 那病在石头上害去 你身体没关系 那幼体不行了 我不要幼体了 我借那石头为我体 你的精神到那石头上 那石头就变成你了 一阵二暴 都能转化 自他都能转化 人家说 多胎 西藏有这个法 多胎 多胎 或者人家受胎 受了十月苦 在生的时候 江江生这一刹 他来了 把那个受胎的那个原型 撵走了 他受了 这类故事很多的了 就在大陆上也有了 死了复生 他的灵魂 入到别的 别的人身上去了 这类故事很多 在某黑龙江有这么个故事 背上啊 石头上 站在碑温上去 他犯了死刑罪了 那非该斩不可了 但是啊 他舅舅就是行刑官 就斩那个筷子手 他家里很有钱 他就买洞 买洞 买洞就上下官吏买洞 他舅舅没办法呀 他说这样子啊 我跟你说 跟我要杀你的时候 我说你快跑 你就跑啊 他心里就记住了 别的没记得快跑 他就并没放他 那个杀 咱们以前呢 说筷子手拿大刀砍 那都不是真实的了 哦 我们在北京 那个满清末年的时候 被人站了 那有一个就是筷子手啊 或者他也到上府上出家去了 我就问他 当筷子手的事 他又见筷子手的个事 就是杀人的 专门杀杀人犯的 他那小刀不长 不知道意思 很薄 很短 在绣筒里头 绑在这个 胳膊上 就这半截 就这么一点 他杀人的时候 就这么一当 脖子就这么一逛 脑袋就掉下来了 非常得快 那他杀他外甥的时候 他这边去杀他 那个又说他快跑 他这块这个 这个受刑者就跑了 实际上他脑壳落地了 已经少了 跑了 他跑到山上 就在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地方有个小地面 叫太平村吧 他跑到太平村 他从黑龙江跑到赛城村 这太平村属于逃难去辽宁省了 他跑到那去 一个在山上赶车的人 新结婚 那两夫回家去 回药家去拜 那赶着车来回来 在这个时候 他就浑身入到这个男的赶车里头 一撞 他看着自己拿个鞭子赶车 他丢下鞭子就跑 他在那身上 他太太不答应 你不哪跑 疯了 他一喊一叫的 那家乡人就把他抓住了 他说我不是你们这些人 我也没带老婆 我没娶妻呀 那别人说你是哪的人 我这黑龙江的呀 我今天快跑跑到这来了 他没敢说犯山罪 我快跑跑到这来了 那别人很奇怪的 你快跑 怎么就跑到这了 这故事呢 下半节还很长 这就是 夺人家尸体 介思黄魂 咱有中国人到外国去 介思黄魂 历史这类故事很多 很多 就知道 就知道 他的精神 正不说精神变物子 物子变精神 怎么变的 就正变 变的 这也是不可思议当中的不可思议 例如说 母说得泄脱 你怎么泄脱的 怎么得泄脱的 什么叫泄脱 在什么地方得到泄脱 泄脱对着什么 泄脱对着束脱啊 说 无作无法才泄脱 要有作有法 能泄脱得了吗 说人死 咱们都是畏惧死 生人怕死 有人鬼 鬼怕脱生 那鬼啊 让他去脱生 不管让他脱生出生 脱生人 反正让他脱生 他畏惧非常厉害 警官战士人怕死 说鬼怕抄伤 人怕死啊 就是鬼怕抄生 他不明白啊 他因为要抄伤 那苦难可多了 但鬼很自由 鬼的种类非常复杂 鬼比人哪 不晓得多多少倍 人多呀 人怕鬼啊 鬼怕人 鬼不敢惹人 嗯 鬼多得喊 蚕蚂蚂蚁老鼠 他一死都变鬼了 都一样的 都是同类了 都是鬼了 人死了呢 人死了 不一定变鬼 不一定变鬼 为什么 像我们在座的大家 听华严经的 受了三规的 不会变鬼 或者直接受生 不经过轨道了 这个信心一定建立啊 你归佛了 绝不会下地狱了 你受三规就告诉你了 归佛 再不下地狱了 归佛再不多出生了 归生不多那鬼了 三恶道断 我们好多数三规 他也都跟着念了 他不见得相信 但是我们这些佛弟子 有时候 说让鬼残了 有时候梦见鬼了 哪里的鬼啊 都说你心中有鬼 不是外头有来的鬼 你自己有鬼 人家经常骂人 说你这个人呢 心怀鬼胎 就是你心里有鬼啊 就这个含义 这还能泄脱吗 这个跟环境和距离太远了 这个距离太远 咱们讲的可不是这个 比他高超的多了 说得泄脱 怎么样算些得泄脱 他从险教来说险 烦恼 趋向缘 烦恼 趋向缘 就是你所缘的 这个业 为什么要烦恼是业 趋向缘就是你造的业 要受趋向果 烦恼是因 烦为趋向的因 那你一定要跟趋向的果 什么因趋向什么果 这叫杂眼 杂眼与助曲啊 说到哪个渠道都不一样了 所以我脱了因缘了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我已经进入空意了 没有因缘了 没有因缘了 还能受生啊 还生什么果吗 只有生极乐世界 但是你念阿弥陀佛 绝对生极乐世界 泄脱之体是什么呢 咱们所说的无分法身 咱这不讲 后头还要详细讲 就是你的智慧 的关照 你般若精神就关照般若 志向 公关照般若 那一切障碍的境界下 没有障碍 德 修行的德感 原备了 原备什么呢 已经入了涅槃的大中 叫涅槃中 涅槃中就是在涅槃敢涅槃的果 涅槃 涅槃又涅槃什么呢 咱们说书法 涅槃是涅槃的涅 涅槃了 因没有了 没有 涅槃断 涅槃断了还敢果吗 曲线果的因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就 这叫智慧 波罗自明 波罗自分的明 以这个波罗自分的明 关于一些运动的形象 说话呀 作用啊 心里想啊 这都叫运动 在运动当中 这运动 由你修道的德 乃至说 从你受三规起 受戒读送大乘经典 嗯 取向 有般若的智慧 取向 这个叫因 因是什么呢 观的智慧 观的智慧 一说于观的智慧 要进行修行 修行就惯性 惯性 要说法门的话 要惯恨 惯恨 没有说你做哪一个 普通说惯恨 说当观观世音 这就行了 修行的 我当观观世音 或是当观地藏 我当观无我 当观无常 哪一法都可以 等于修行一定功力道了 就道断 道断 修修行的道啊 断 断什么呢 断祸相 一切迷惑都没有了断祸相 这叫一断的时候就正卸脱道 这才真正的卸脱 这叫正卸脱道 这有相没有 有相 什么相 无奈相 卸脱就无奈了 什么叫卸脱啊 无障奈 无障奈 卸脱了 在咱们这个经文上祭送啊 就是一句话 讲起来啊 那就多了 所以说 除过与贤寺啊 其相入虚空 那就是这个相 什么相呢 其相入虚空 讲最后这一句话 统统两个句子 咱们讲了很长的时间 为什么 这个地方不说明白一点啊 咱们这个 准备来断祸 准备来正真 你盲言 现在你知道了 什么叫断祸 什么叫断真 什么叫没断 为什么要说断 咱们现在一听干什么 咱们就是断 断什么呢 断迷惑 正什么呢 正明板 正光明 那就是智慧 说这个 教义什么 就是正不如 正不如 这一段解释非常多啊 大概在这个 清凉果实解释非常多 嗯 咱再把虚空相讲讲啊 经常这样讲 其相入虚空 行动 行动 行动什么 说虚空相 说摩摩观相 像虚空一样的 到心里头 哈 哈 无挂无奈了 断脱了 这个断脱相 那什么来形容 断脱相 什么相是断脱 无虚空 就是断脱相 这个断脱相 像虚空一样的 就是在这 登地的菩萨啊 是指简着华严精啊 说 这个断脱相 像虚空 还有障碍没有 烦恼障 所知障 一切障都没有了 超过二成 二丈捐出 二丈捐出 二死戎云 不但奋断生死 便于生死 也没有了 登地的菩萨没有便于生死了 他相入虚空 这就叫断脱相 那虚空是没有障碍的了 那个相有虚空 虚空还有障碍吗 在华严精 你到原著 等于发心著 就开发出了境界 什么境界呢 卸脱相 卸脱相 每位都卸脱 卸脱的身前 卸脱的奋迹 有所不同 从原教十足 卸脱 他就入了这种项目 他就入了这种项目 但是要因当中说 他是一位一位奋得的 奋得的 但是这个地方 以国海说 国海 无差别 出发心事 变成正觉 那就说明 他这个 因地 随时还在因中 他已经跟佛无差别 出座啊 但是这经过三十位了 已经入了出地了 他开发的力量就大了 但是呢 这个四十二位 这说四十二位 把实信除掉 就实入实行 实会向实地 等妙而绝 四十二位 本来五十三参的时候 三参通孔三参 他又回来 散文书斯利弗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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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侧 散子是五十二 参是三参 五十三参 这些个 所谓的国海 佛国 跟佛没有差别 在这下头 咱们前头讲的 出现品 如来出现品 还有菩萨问明品 这些品里头 把这个讲得很详细的 咱们讲的 般若 法身 解脱 小时候讲的三德 说这些祝福 跟众生平等平等 这要本具来说 要修正的功夫说 有差别 我们经常的讲原教的 教义的众生 大多数都会念 樊道基菩提 生死去涅槃 说的很流畅的 说樊道基是菩提 他烦到来了 他一点菩提不良了 他这个生死也不是涅槃了 那说菩提说什么 都是说法身 但是呢 说烦恼啊 说这个生死 这就是眨眼 在这些个问题当中 在原教这些 这叫相似的 什么相似 说奋正菩萨 从出座 到实座 实行实会像 这三四位相似 圣菩提 不是真的 相似 那菩萨德 卸佛德 法身德 也是相似 但是都是六根清净 他身体像流离一样 照料的 通明的 深入流离 那夜细不细 夜啊 已经细不住他了 他没有夜了 这叫什么 分真三德 什么叫分真呢 不是真正全部正真如了 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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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有时候分四四二位法身大俗 有时候十位法身大俗 那也是相似位 不是真实的 这实地是真正入实 但将原教育 重发心中 他就得佛的无量身 他能实现百戒作佛 但是从了发心中到成佛呀 还得一两个大戒 时间还很长 说如来一身无量身 如来说法 现很多神 都是智慧的分身 自在的分身 要达到究竟 法身不如泄脱 三德究竟了 只有微佛与佛 这些菩萨位 菩萨位还不像 菩萨位还距离着 一位一位的很长 但是只是华眼经 所以华眼经这样的来解释 其他的经不是这样解释 一位是一位 今天就讲这里吧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随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督众 烈乐有情 烈乐有情 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体任世尊 施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施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施识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施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福寿长 善根俱足 也因为不施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303025场 不施蚂蚁、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止 海内外共12311次 中情义的猛虎 在连绵的山林里 生长着很多名贵的药材 而小鲲 则是寨子里最年轻的采药人了 在他很小的时候 便跟着父亲哈桑 深入山林 后来他父亲因为一次意外摔伤了腿 从那以后 采药赚钱的事情 就落在了小鲲身上 爸爸 现在正是古天草生长的季节 今年古天草的价格非常贵 我准备去山里采摘一些 小鲲 古天草都生长在深山里 你一个人还是不要去冒险了 爸爸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有事的 深山里的狼群和老虎 可是非常凶猛的 你一个人没有帮手 怎么行呢 爸爸 你的腿不好就不要去了 我一个人不会有事的 不行 要进深山 必须得有人陪着你 我的腿没关系的 那好吧 我们收拾一下 一起去吧 哈桑小鲲父子俩走进了山林深处 然而哈桑的腿毕竟受过伤 经过一段的长途跋涉 他有些吃不消了 看来我这条腿真的是不行了 这才走了多远就累了 爸爸你在这里休息会吧 我到周围找找看看有没有古天草 好吧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小鲲你可别跑太远啊 这里可是会有野兽出没的 爸爸我不会走太远 你自己一个人待在这里 我也不放心的 我没事的 你放心好了 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 哪也不会去的 嗯好的 然而小鲲刚走没多久 一只老虎便出现了 他立刻盯住坐在那里的哈桑 啊老虎 这时候那只老虎凶猛的朝哈桑呼了过来 哈桑一下子被扑倒在地 救命救命啊 爸爸爸爸 小鲲 小鲲快跑 老虎听到小鲲的喊声后 扭头看了一眼 当他看到小鲲后 竟然愣住了 小鲲看到猛虎的额头处有一道伤疤 他也不由地愣了一下 可是小鲲却没有跑开 到时那只猛虎松开了按住哈桑的爪子 转身飞快地跑进森林 很快便消失不见了 爸爸你没事吧 没事 刚才真是好险啊 那只老虎怎么会突然跑掉了呢 如果它不跑走的话 那我俩今天可都危险了 那只老虎我认识 什么 你说你认识那只老虎 这是怎么回事 这得从几年前说起 那一年我独自来山林里采摘草药 是什么东西在那里啊 好像是小猫的哼叫声 这里怎么会有猫呢 哎呀小老虎 它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啊 可怜的家伙 竟然被猎人捕捉野兔的神扣给勒住了 小家伙 你别动了 你越动绳子勒得越紧 你别害怕 我来帮你 嗯 小家伙 你脸上的伤口好深啊 要是感染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还好我刚采了一些草药 嗯嗯嗯 好了 这样一来你的伤口就不会感染了 只是最终会留下疤痕 好了小家伙 赶快走吧 这里太危险了 森林深处才是你的家 从这头老虎脸上的疤痕 我便能判断出 它就是我那次救过的小老虎 真没想到 几年过去了 它竟然还能认出你来 并且知道感恩没有伤害我们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它还认识我 小坤 这样对我们来说也是件好事情 既然老虎不会伤害我们 那我们在这里可是非常的安全 小坤 这么好的机会 我们可不能浪费了 今天 我们一定要多采一些草药回去才行 嗯 你说的有道理 自以为有了老虎庇护的哈僧父子俩 便开始继续深入山林 寻找着那些名贵的草药 唉 这里的古天草可真多啊 没错 除了古天草 这里别的草药也是非常的丰富 当然了 一般的采药人都不会进入这么深的山林 因为这里的猛兽是非常凶悍的 不过 对于我们俩这已经不是问题了 因为你已经和老虎成为了朋友 哎呀狼 这周围有狼 不好 是狼群 狼群围上来了 真是太糟糕了 我们竟然被狼群给包围了 我们真是太大意了 只知道和这里的老虎成为了朋友 却没有想到这里还有狼群 狼群可比老虎可怕多了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不好 狼群围上来了 我们快逃 到处都是狼 我们往哪里跑啊 而且我们一旦背对着狼 那可是非常危险的 他们随时可以从后面将我们扑倒 然后一轰而上 咬断我们的脖子 啊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狼怕火 我们赶快点起火来 看看能不能将他们吓跑 说着哈桑将自己的衣服脱了下来 然后点了起来 火苗一下子窜了起来 正朝他两围过来的狼群 看到火光后不由的后退了几步 爸爸我们趁这个机会赶快逃跑吧 这点火能烧多久 我们哪里跑得过了啊 小坤我们得赶快爬到树上 也只有这样才能暂且保住性命 爸爸 那棵树高 我们赶快爬上去 小坤和父亲哈桑急忙爬到了那棵大树上 此时火苗渐渐的熄灭了 那群狼缓缓的来到了那棵大树底下 然后纷纷的抬头朝树上看去 小坤和父亲哈桑在树上看着下面围了一圈的狼 他们的眼中露出凶光 这是一群恶狼啊 要不是我们及时爬到树上 今天可就死定了 可是即便我们现在爬到树上又能怎么样啊 看样子他们今天是吃定我们了 不好 这些家伙真的要跟我们熬下去了 是啊 爸爸我们该怎么办啊 他们这样围困着我们 我们即便不被他们吃掉 也会被活活饿死的 不如我们趁着现在还有力气冲出去啊 就凭我们 哪里是这群恶狼的对手 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听你爷爷说过一个故事 就是一头豹子被一群恶狼逼到了树上 恶狼在树下守了一天一夜 那只豹子忍受不了 从树上跳了下来和狼群进行决斗 虽然他接连咬伤了好几只狼 但是这些恶狼像是不怕死似的 只知道进攻 最终那头豹子变成了恶狼的食物 就连豹子都不是狼群的对手 更何况你我呀 那怎么办啊 这里可是深山老林 平时很少有人会到这里 即便有人来到这里 也帮不了我们啊 现在我们只能祈求上天帮忙了 如果猎人们出现的话 我们就有救了 有人吗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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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群狼显得很是悠闲轻松 他们似乎已经将树上的这两个人 当成了盗嘴的鸭子 只等着这两个人从树上掉下来 看来他们根本不相信会有人来救我们 小坤 你看 这些恶狼突然紧张了起来 好像是发现了什么 看来我们的叫声真的把猎人给引来了 是啊 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来的不是猎人 是老虎 爸爸 是我救过的那只老虎 他一定是听到了我的叫声跑来的 我们有救了 他真是一只有情有义的老虎啊 可是面对这么一群恶狼 他又有多少胜算 要知道在平常情况下 老虎遇到一群恶狼后 通常会两不相犯 因为一旦发生争执的话 是会两败俱伤的 你是来抢我们盗嘴的食物吗 如果是的话 那我告诉你 别做梦了 这两个人是我们的 没错 我们已经饿好几天了 你休想把他们抢走 识相的话 快点离开 哼 你们是在威胁我吗 我劝你们快离开这里 果然是来抢我们食物的 老虎 别看你是百兽之王 但我们可不怕你 我看我们还是井水不犯河水 如果真的打起来 你可占不了多少便宜 这两个人我们是吃定了 老虎 你还是去找别的食物吧 我说最后一遍 你们赶快给我滚开 看来你是铁了心跟我们抢食物了 大家冲 跟他拼了 好痛啊 可恶的老虎 不要怕 大家冲 这只老虎真是拼了命啊 老虎为了救阿坤他们 不顾一切地和重狼撕咬在一起 最终这只猛虎将这群狼赶跑了 不过他的身上也满是伤痕 隐隐地往外渗着鲜血 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老虎 看了树上小坤父子一眼 然后也转身缓缓地走进了树林 小坤父子俩从树上爬了下来 小坤忍不住泪水流了下来 谢谢你老虎 真是太谢谢你了 见语 未经许久 不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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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久